各位,這裡有一個貼文 就說在2023年 頭過7個月 美國從俄羅斯引入輸入的肥田料 創新高9億4千4百萬 輸入最多的國家是來自加拿大 那是28億 相差三倍 加拿大輸往美國的肥料 是俄羅斯的三倍 其他有些是來自沙特拉伯 以色列、Quartar 加拿大輸入頭五 再說一句 美國迫歐洲要對俄羅斯實施限制 但如果自己覺得 如果適合我的話 就沒有制裁 肥料是其中之一 這裡有一個人 我來自德國 我們歐洲人一樣 買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 我們看看他做出來的表 中國就是買俄羅斯 如果說是俄羅斯 由2023年1月1日到2023年9月9日 這個顏色的就是煤 這個就是氣體 這個就是石油 中國就買非常多的石油 加上氣體就大約是四十幾 四十幾 我不知道是什麼單位 看不到的單位 而歐盟很明顯是最大的俄羅斯天然氣的購買 石油少很多 它兩樣加起來 中國兩樣加起來 中國差不多一倍 現在幾乎還未到 而印度離開歐盟不是很遠 十八幾 然後土耳其說 原來土耳其也輸入這麼多俄羅斯的能源 然後後面的就小很多 即是俄羅斯能源最大的四個國際貿易夥伴 第一是中國 接著就是歐盟 雖然歐盟說要制裁俄羅斯 接著有印度和土耳其 那我就很奇怪 到底世界現在目前來說 這個肥料 尤其是花肥 市場狀況是怎樣 我想跟大家上去一個網站 找了一個 2023年3月份的研究報告 我看樣子這份研究報告 已經是泰國的了 所以它就 講一下又講泰國 講一下又講泰國 這些不用看的 我直接去跟大家看內容 肥料 肥料通常是用三個英文字母代替 第一個就是N N代表淡氣 淡 P P就是prosperous 淪 還有最後一個K K就代表普他士 NPK 所以這裡就是N 第一個數字 P第二個數字 K第三個數字 如果純粹是N 就是前面的數字 就是前面的數字 純粹是 phosphate sulfase ammonia ammonia 也是N 然後如果是phosphate 就是P 在中間 最後就是 尿酸 這個就是 阿摩尼亞的 Sulfur Sulfur 是 什麼 所以後面有一些混合 我最有興趣就是看 現在到底世界上是誰最大的生產商 中國 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玩家 在肥料市場中 在2020年 中國的市場佔有率 關於生產和銷售 兩邊 中國自己 又生產肥料 又會用肥料 所以 中國佔了什麼 生產方面佔了23.4% 全球市場 而消耗是22.5% 換句話說 中國有少部份的輸出 因為大部份來說 自己生產 稍為多於自己的消耗 所以有少少的輸出 平均來說 而在2011年到2020年 世界的肥料的容量增加了很多 在2011年時的容量是176百萬噸 即是1億7千6百萬噸 在2020年上升至2億0200萬噸 平均來說 是1.8%的增長率 而生產方面 沒有那麼快 這一樣是同一時期 在2011年時 生產是190萬噸 即1億9千萬噸 全球消耗是1億7千幾萬 有少少盈餘 去到2020年 一樣有盈餘 不過盈餘好像更多了 這是2億1千8百萬噸 用了2億0200萬噸 仍然有少少盈餘 而在肥料中最重要的肥料 是燃餘的蛋 而出口肥料最多是俄羅斯 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 佔了全球15.7%的出口量 中國雖然生產得多 但是出口不多 但是減了俄羅斯之後 加拿大、中國、白俄羅斯 和美國都是大的出口國 所以這很奇怪 美國有入口大量的俄羅斯肥料 但是美國本身也是俄羅斯第一 第二、第三、四、五的出口國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也不可以說奇怪 我便宜的便買回來 我便宜的便買回來 我便宜的便買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網站是泰國 所以馬上回到泰國 現在在出口方面排第50 即是佔了0.1的市場份額 對不起 0.1的百分比市場幣份額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力尼肥料生產量的上升 這個灰色就是消耗量 這個橙色就是生產量 連年都有肥料剩 那些肥料去了哪裏 我便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樣累積累積累積 肥料量很多 去了哪裏 這裏沒有解釋 我也不知道 而那些比例之類 全球肥料價值多少呢 在2021年比2020年 價值上升了1.8個百分比 1,947億美元 1,900多 即是幾乎2,000億美元的價值 而大約50% 都是在亞太區的 Asia Pacific 即是說話說 亞太區也是世界主要的糧食生產 你要肥料自然用來生產糧食 2021年出口創了歷史新高 佔了851億美元 比起一年前增加了53% 上下數字 有些不相似 這裏是1.8 這裏是1.8 這裏是1.57 是否說一段特別肥料 應該是分開了的柵 這裏是1.87 上面都是說價值 不明白 大家慢慢有興趣 就自己慢慢搜尋 我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就是 中國因為體量大 基本上 好像這些 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的消費 已經是最大 但仍然未必造成最大的輸出國家 因為中國體量大 做什麼都非常重要 要不不做 做很多